网友粉丝们我小胡子 坦克500和北京BJ60如何选择 哪个发动机变速箱更耐用 质量好 那么我想问一下 视频前进度前的粉丝朋友和老铁 如果让你选择 你会选择哪一个 首先呢 这两款车都是定位中大型的一个SUV 都有五座和七座 慢慢可以选择 那么价格上是最大的区别 买一台最低配的坦克500 35万可以买一台最顶配的 北京BJ60了 那才30万还用不了 再一个坦克500是3.0T6缸机 北京BJ60是2.0T的4缸机 这是这两个车的最大的一个差距 两款车都是非承载车身的一个 大量结构的一个越野车子 但是这两款车你记住啊 大量结构非承载车身的越野车子 油耗都不会低的 在乎油耗的这两款车子 是都不能买的 尤其是坦克500 记住了 你不能拿一个越野车的 非承载车身 大量结构的车子和城市SUV 去对比油耗 对吧 你像这个普拉都霸道 南德库鲁泽 哪有油耗低的 没有 木马人没有油耗低的 知道吗 再有油耗的就不要玩越野 BJ60 采用北京越野车 全新的机构品来打造的 整台车使用龙式的车身强度 非常不错 AB都使用1500Mbps的热身级缸 高强度缸也达到了75%的比例 很优秀 坦克500 厂重旗下的一个高端越野车子 车身安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一个带大量的非承载车身 很不错 那么动力方面呢 北京BJ60搭载一个 30的4K31重置2.0T 支喷涡轮架发动机 那么扭矩是406 马力276 这个动力很扭矩 绝对是高功率的发动机 没有任何问题 它使用了一个 单涡轮松涡管的技术 两个气道 使得更有力 更均衡 还是很不错的 而且标配了48分清混 最主要的这套发动机 只需要加92号气球就可以了 很不错 变动箱匹配的是一个 财符的一个8AT 变动箱的稳定性 耐用度是非常优秀的 前双横臂 后面是杜伦杆尔轮挂 用的是钢铝混合的材质 的轮挂 很不错 那么坦克500呢 搭载自主研发的3.0T 双温论增压 V66缸机 48分清混 那么 并且 采用了自主研发的一个9AT变动箱 现在一般人可不敢玩AT呀 那需要成本的 需要时间的 很浪费 钱的 知道吗 500的有距 354的马力 混合喷射 还是不错的 四驱方面 BG60采用的是 分时四驱 采用的行星机构简术 正八景的 越野四驱 前后的插数锁 很不错 那么坦克300呢 它是用的伯格华纳的 双数智能四驱 你像 长城其家就是说 像坦克300呀 还有这个 哈佛S9啊 都是用伯格华纳的 双数智能四驱 还是非常不错的 具备中央插手 还有前后这个插手 三马手 分为2X AWD 4X4L 80公里以下 随时切换 所以它的四驱越能力呢 也是分之不错的 非常好 在这个电控电控电源的加持下 越野通过能力也是非常优秀的 比如说 如行模式啊 低速市区啊 都很优秀啊 那么 唯独坦克500 以前嘛 刚出来的时候 变数箱呢 确实是有些顿挫的 油门也不是那么特别跟脚 但是 呃 四月份的时候 呃 将这个变数箱 A1003变数箱 升级到A1002了 这个变数箱呢 几乎是没有顿挫了 油门也很跟脚了 升级完之后 就非常不错了 以前呢 是确实是三十档 就是有顿挫的低档位 党党顿挫啊 就像一换挫 以前推你一样 但现在升级完之后呢 这个毛病完全就解决了 这两款车的越野四驱能力 都是很不错 都很优秀的 但是啊 如果预算足呢 你就上坦克500 预算不足呢 你就北京BJ90 那没有开过 或买过这两款车的小伙伴 对我说明明 没有不同意见和想法 可以在评论讯留言 欢迎大家 总发评论点赞 拜拜